接近岁末年中又是聚餐的旺季 各大餐饮集团是毛起来抢客人 而连锁餐饮的王国 从过去的牛排到火锅 现在是跨足到了意大利面的市场 锁定的是小资族还有周边的商办 另外一家连锁咖啡业者 同样看准的是台湾的甜点市场 而旗下的师傅拿下的全球冠军蛋糕 12月也将在门市开卖 借此要拉提整体的甜点的业绩 那间卤烤牛排搭配意大利面 连锁餐饮集团开创旗下新品牌 这次不卖牛排火锅 而是要来抢进意大利面市场 吸引25岁到35岁左右的年轻男女 小资男女来这里用餐 那这边都是商务大楼 对 那我们就是比较用平价的一个价位 看着年底聚餐商机 这家餐饮王国阶段性策略运用 除了密集更换新菜单 也将店面广开在百货及量饭店内 自动汇集人气 副品牌获及意识料理 价格力拼更亲民 为了打入市场 事前定价分析 两三百元价格 虽然不比平价动辄一两百元 不过要靠着品牌一贯的服务品质 成为懒客秘密武器 同样改变策略 还有这一家连锁咖啡业者 即将在12月推出旗下的冠军蛋糕 还每天限量50个企图带动整体的甜点业绩 台湾人爱吃甜点 连锁咖啡业者锁定年底 也搬出冠军主厨 7月拿下全球甜点大赛的冠军蛋糕做卖点 历经半年时间改版 即将推出限量版冠军蛋糕 靠着今次招牌还没正式开卖 已经在网路商店抢先预告 圣诞跨年商机聚集效应 餐饮业者挥别食安 造成的业绩寒冬 靠着新品推出成功抢回客源 记者翁起兵李飞雪人台北 看不到